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主张停止中电北宋,中部民进党立委今天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今年台中市长林嘉龙大看中火用煤许可量后,中火发电量只能公中不使用,根本没有余预可以北宋。 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说,中电北宋最高峰是在国民党籍的前台中市胡志强任内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20日指出,台中空气差,中部火力发电厂却一年常态火力全开,他主张停止中电北宋,中部发的电送到北部。 对此,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今天于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质疑台电没有充分揭露资讯,导致有新人士企图在选举期间操作中电部北宋,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南部空气,也伤害国家整体能源政策。 张廖万坚也说,国民党参选人消费空污议题,还说当选后要停止中电北宋,姑且不论这不属于地方政府权限,其实中部发电量消减,今年燃煤总量最多只能用1600万吨。 推估中火发电量今年只剩下395.2亿度电,中火发电量会创下历年来最低,中部电力要加上其他水力,太阳能等等才会够,根本不足以北宋。 中电北宋是假议题,数字都会说话。 张廖万坚说,中火升煤使用量,发电量最高是103年国民党的胡志强市长任内,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不断盖电厂,现在当了在野党,却去为电厂,质疑能源政策。 黄国书说,过去的确有中电北宋,103年国民党胡志强执政时,中火火力全开,烧了1839万吨煤,发电达449.91亿度电,也是近年来中电北宋的高峰,为何当时都不讲话? 台中市政府在林家龙担任市长后,率先通过相关条例,中火的燃煤和发电量都已经减量。 张化县立委黄秀芳说,空污議题要共同面对,台中市长林家龙,张化县长为民股都很努力改善,中火和台化的污染排放都大减。 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说,2014年林家龙上任后,停用高污染的BRT车,也要朝着电动公车方向发展。 国民党说中火全年火力全开,台电都很清楚,电力最吃紧就是夏天,冬天对于电力需求没有这么大,为什么会需要电厂火力全开? 国民党还在炒作冬天的空气污染是因为火力发电厂。台中市的汽油使用量是全台湾最高,所以我们要求中火降载,减少公共运输系统的污染。 台电代表指出,电的调度要区域互相融通,确保大家都有电用。 张廖万坚希望,台电应该充分公开资讯,避免谣言和炒作伤害国家能源政策。 。